想必很多人都知道,在娱乐圈永远流传着几大传言,但是这些传言是真是假也都很难预判。 但是如今的娱乐圈最大的传言,就是王思聪年少不知家中有钱,马云对钱没有兴趣,可以说这两句话遭到了无数人的吐槽,而王思聪作为网络红人,如今更是在娱乐圈拥有很多的话语权,很难相信他的性格会不知道家中有钱。 很多人都知道,一些富豪家庭为了锻炼自己的孩子,都会隐藏自己的家产。 很多节目中,孩子度过了艰难时刻后引来了自己的人生,但是也有很多人录制自己家长的做法,不过王思聪到底知不知道家中有钱? 其实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一组王思聪读书时的照片,就可以完美地借信当年王思聪的境遇。 在第一张照片中,王思聪穿着连藏的衣服,留着当时杂乱的发型,可以看出这个网吧也是十分的连下,并且王思聪还津津乐道地盯着电脑,完全没有超级富二代的状态,甚至让人感觉到王思聪当年也和很多人一样留恋网吧。 不过在他的穿着和打游戏的认真度可以看出,当时的王思聪是买不起新衣服和电脑的。 而在第二张王思聪在家中做饭的照片中,可以看出当时的穿着和发型都十分的朴素,甚至会自己做饭吃,不知道当时王建林是以什么借口告诉孩子家中只是一般家庭。 而王思聪做的饭还是蛮有时据的,可见也是在家经常做饭的一位,而在大合影中王思聪显得十分的年轻,瘦弱的身体跟众人一般,并且眉宇之间还透露出一股阴气,完全是当时男神的状态。 甚至在第四张照片中可以看到,王思聪的皮肤还是不错的,坐姿和虽然和现在没什么样样,但是很注意自己的形象。 旁边的白色背包可以看出王思聪喜欢装扮自己,看来当年王思聪被王建林欺骗都好惨。 不过,当时的际遇也是让王思聪成长了,很多网友纷纷评论都事前害了他,丢失了男神的状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